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OR传感器响应曼西伯 组翼传感器2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GMC 雪佛兰 福特 稻奇 克莱斯勒 大众 丰田 本田等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 型号而异 当配备OBDR的车辆具有已存储的 P013A代码时 表示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从下游或后催化转换器 氧气 O2 传感器或发动机排仪的电路检测到响应时间慢 排仪指定包含第一气缸的发动机排 汽车 O2 O2传感器使用二氧化告传感元件构造 并通过专门设计的通风缸至外壳进行保护 博电极用于将传感元件连接到 O2传感器线束中的导线 该线束通过控制器局域网 CAN 连接到 PCM 根据与发动机废气中的氧气颗粒相比 周围空气中的氧气含量的百分比 向 PCM提供电信号 排气被推入排气气管和排气管 并在排气管上方 上方流过氧气传感器 排气流经 O2传感器的排气孔 在钢制外壳中并流过传感元件 周围的空气通过导线枪吸入 并被困在传感器中心的小枪室内 被捕获的环境空气 在室内被排气加热 从而迫使氧离子产生能量 电压 环境空气中的氧气分子浓度 吸入 O2传感器的中心枪 与肺肺气中的氧离子浓度之间的偏差会导致 O2传感器内部的加热的氧离子 在脖层之间迅速跳跃 并反复的 电压波动会随着涌出的氧离子 在脖电极层之间跳跃而发生 PCM将这些电压变化识别为排气中氧气浓度的变化 这表明发动机的运行是吸的 燃油太少 还是浓的 燃油太多 当排气中存在更多的氧气 吸薄条件时 来自 O2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较低 而当排气中存在更少的氧气时 负状态则电压信号更高 PCM将这些数据主要用于计算燃油输送和点火证实策略 还用于监控催化转化器的效率 如果所讨论的 O2传感器在设定的时间段内和某些预定的情况下 未能按预期的那样快速和或有规律的循环 则将存储P013A代码并且故障指示灯可能会点亮 其他 O2传感器响应缓慢的故障代码包括 P013B O2传感器响应缓慢贫油至负油 组一传感器2 P013C O2传感器响应缓慢负油至负油 组二传感器2 P013D O2传感器响应缓慢负油至负油 组二传感器2 2传感器2 P014C O2传感器响应慢浓到吸 组一传感器1 P014D O2传感器响应慢吸薄到负浓 组一传感器1 P014E O2传感器响应慢浓到吸 组二传感器1 P014F O2传感器响应慢贫油 第二组传感器1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 由于P013A代码表示 O2传感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缓慢状态 因此应将其分类为严重 该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 燃油效率降低通常缺乏发动机性能 可能还会存储其他相关的诊断故障代码 发动机维修很快 灯点亮 原因设置该代码的潜在原因是 O2传感器损坏 烧毁或损坏 导线盒或连接器为连接催化转换器 故障发动机排气泄漏 诊断和维修程序 诊断代码P013A所需的一些主要工具是 诊断扫描仪、数字福特、欧姆表、DVAM 和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所有数据DIY 在尝试诊断代码P013A之前 必须先诊断和维修所有发动机失火代码 截气门位置传感器代码 其管空气压力代码 以及空气质量流量传感器代码 引擎无法有效运行 会导致存储各种代码 正确的做法是 专业技术人员通常从视觉检查 系统线数和连接器开始 我们专注于在热的排气管 和气管附近布设的线数 以及在诸如排气罩上发现的 尖锐边缘附近布设的线数 在车辆信息源中搜索技术服务公告TSB 如果您发现与上述车辆出现的症状 和代码相匹配的故障 很可能会帮助您进行诊断 TSB清单是根据数千次成功维修 不得出的 接下来我想将扫描 已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 并检索所有存储的故障代码 并冻结车架数据 如果P013A被证明是间歇性的 那么此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 请记下以背后用 现在清除代码 然后查看P013A是否已重置 如果重新设置了密码 则启动发动机 使其达到正常的工作温度 然后使其空转 变速相处于空档或驻车档 使用扫描仪数据流观察 O2传感器输入数据 缩小数据流显示范围 使其紧包含相关数据 您将看到更快 更准确的数据响应 如果发动机有效运行 则上游O2传感器数据应在1毫幅 100V和9毫幅 900欧之间有规律的波动 如果电压波动慢于预期 则将存储P013A 您可以将DVAM测试线连接到 传感器接地线和信号线 以便监视来自O2传感器的实时数据 您也可以使用它来检查 所讨论的O2传感器的电阻 以及电压和接地信号 为防止控制模块损坏 请在使用DVAM测试系统电路电阻之前 断开相关控制器的连接 其他诊断注视 PCM进入闭环运行后 下游的O2传感器 不应像上游的传感器那样定期循环 低等级的更换或翻新 催化转化器容易反复出现故障 应避免使用 在握手上游的情况之后 虚无法能够看下了 页达雪